嘿,大家好,又到了樱花盛开的季节,怎能扫得了这款樱花慕斯蛋糕了 先来把奥尼奥樱花粉色饼干去掉里面的抹茶部分 再把饼干装进密封袋里,用擀面罩碾碎 这款饼干有点偏硬,在碾碎的过程中注意别把袋子扎破了 再来把碾碎的饼干装进碗里 倒入提前隔水融化好的黄油翻拌均匀 再装进蛋糕模具中用勺子压紧实 放冰箱冷藏15分钟定型 现在来准备慕斯壶 把吉利丁片用冷水泡软 奶油奶酪和酸奶混合均匀 奶油奶酪一定要搅拌至完全无颗粒 最好成丝滑的感觉才好 再捞出泡好的吉利丁片放进热牛奶中 搅拌至完全融化 再倒入蛋奶油和糖粉再次搅拌均匀 搅拌好后把牛奶壶倒进奶油奶酪壶中 混合均匀成慕斯壶 从冰箱取出饼干底倒入慕斯壶 再次放冰箱冷藏至完全凝固 最后来准备净面层 吉利丁片同样用冷水泡软 捞出放进热水里混合均匀 冰箱再次取出凝固好的慕斯 倒入净面层 铺上樱花放冰箱冷藏至完全凝固再取出 最后围着慕斯壶一圈轻轻脱模就可以了 一款非常漂亮颜值担当的樱花慕斯就完成了 你有没有心动呀 这款慕斯我选用的是新鲜可食用的樱花 如果没有的可以用盐制樱花或者糖制樱花都可以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橘子美食记 不喜欢的也可以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